内政部为了进一步削减来自欧盟以外劳工的人数 预先宣布将包括厨师在内的八种职位 从短决工作名单上提出 虽然内政部会继续签发高技术厨师的签证 但他们的敬严薪必须在28,260磅以上 而且要有中业训练学历和最少五年工作经验 当局相信这一连串措施每年可以削减27万名非欧盟老朋友入境 不过经营饮食业的人士指出 自从07年底移民局大局扫荡华谷黑工 导致华人上街示威和霸市以来 厨师现金平均上升了两至三成 这些都说明厨师是短缺行业 为什么会被从短缺公众名单上删除呢 自从08年到现在 即是在唐人街捉人开始呢 人工起码相差了二三十个百分钟 根本现在很难请人了 因为很多以前呢 很多请不到人的那些 以前都很多福州人可以补充一下 那个厨房那些东西 但自从那次捉人之后呢 就没有人做 够胆再请人 根本现在你抢 你在我那里抢人过来 我在你那里抢过来去 抢人抢去 那些人就 这人工就自然提高很多 内政部要严厉限制非欧盟劳工入境 曾经在08年4月导致印巴尼 土耳其裔和华人组织万人抗议集会 但这些反对的声音显然未能改变当局 要进一步收紧非欧盟移民入境的政策 在新政策之下 少数民族外卖店和餐馆 要聘请移民老公已经没有可能 曾经协助伦敦华部商会 就饮食业人手短缺进行调查的民权则认为 对于政府的新政策早在意料当中 长远来说始终商会和政府 是要或者要再谈判一下 看看如何去对付 大家都知道 就是饮食业对于英国的经济 是很大的贡献 我们又不明白 为什么政府 现在的政府 和以前的政府 为什么它仍然是 是不将这件事多点研究一下 是怎么样去帮助商会 商家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商会是一个小小的商会 很难代表全国英国 第一 资金怎么来 第二 根本也都没有这样的法律的常识 也都没有很多的东西去配合 伦敦市长姚汉迅说 他明白新作识对华人与实业 可能造成的打击 他会释返有关的大臣 反映他的看法 如果约翰逊并没有解释 为什么会写信给财政部 而不是和这项政策 直接关联的内政部 邓祝廷说 在内政部实施 要非欧盟厨师的英语 要达至大专重度之后 根本已经无法从中国 或者是东南亚聘请厨师 这样下去英国的中产业 难免会日走下坡 我们华人社区主要的生活 都是依靠中国餐为主 如果你这样打击很大很大 每一个中国人的打击很大 因为以前经常说 我们伦敦的中国餐 是全欧洲最好的 全世界差不多都是最好之一 但如果这样搞下去 我怕我们英国的中餐会没落了 无声飞出台记者郑孟智 在伦敦导宫